我们识经的原理是很重要的 首先就是用原文 原文大家可以上网 找个经文 不过全部用英文名字 如果大家懂英文都可以学到 每一个希腊文字或希伯罗文字 希伯罗文字全部都有四个数字 你上网的时候加个G G就是Greek 新约 然后加个H就是Hebrew 就是旧约 就是旧约加个H 然后后面写Hebrew 它就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 就将那个字的意思和用途 在圣经都列出来 不过全部是英文的 如果大家英文程度到 有时有些字你真的可以去查原文 是会更加了解那个字的用途 它的文法 这里我是用中文跟大家解释 不过大家都可以用英文参考 但我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退回原文 我看那个句子的构造是怎样的 内容上下文和整本圣经教导 去建立教义 因为圣经解释最重要是帮我们明白圣经 是明白神跟我们说什么 不是我们想什么 那个问题就是 例如说灾前灾中灾后三种看法被提 只有一个是对的 那信错了那个 如果他准备好 他们就会很害怕 还有说圣经错了 他不知道不是圣经错了 是有些人说错了 那你今天的经文 我们已经 其实两段经文已经很清楚证明 是耶稣回来的时候被提的 那我们下一次再有 那为什么这个问题 这么重要 一定要找出圣经答案呢 因为牵涉到 我们需不需要将来预备好 在大灾难的时候站得稳 因为这个大灾难耶稣说了 形容得很清楚 他说以前没有 以后都没有 从来未试过这么大的大灾难 在马太二十四章那里讲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 如果不是就好像圣经所讲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还有有很多人跌倒 被之陷害被之恨户 我的呼召就是 兴起更多人服侍主 还有帮助更多人 在末后日子站得稳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我很关心 我不是只是 我关心我帮到的人 而是周围的人 谁我都可以影响到的 我都想影响 所以福音宣教士工 是会 就是会我们subsidize 就是将来印了书 会发出 还有发出不同的PDF 去给人去研究 我都鼓励大家 你自己去研究吧 就不是只听我说什么 是你自己研究 第二点 从圣经清楚的经文建立教义 这一点很重要 圣经清楚 这里说什么 譬如 我们得救本乎因直着信 这个照原文翻译 直着信 中文圣经是写 也因着信 其实原文是直着信 圣经说了得救本乎因直着信 就不是靠行为 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义 是没有任何其他经文 可以推翻的 这个是重点 你不能够用不清楚的经文 或者是任何经文都不可以推翻 不过有时有些经文 就好像有些 好像我们不明白 有些冲突 我们就尝试怎样将两个经文协调 譬如一个例子 圣经又说到 凡人所说的嫌疑 也要据公错 要凭你的话定理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定理有罪 这要说到就要凭你的话 定理有罪就是义 但是圣经又说到 他将你的罪踏在脚下 投于深海 到底到时审判 需要不需要说出来 我知道一定赦免 一定赦免 信耶稣一定赦免 不过需要不需要 那些罪全部供给全世界看呢 我不知道需要不需要 圣经又说要凭你的话 定理有罪 定理有罪 到底需要不需要呢 一方面就说 扔下海了 但一方面又说要供出来 到底需要不需要供呢 这个供是否只是供好东西呢 只是供好的说话 不用供那些不好的说话 最好我们希望 我们都会上天堂 但我都会这样想的 到时怎样都好 我们都会上天堂的了 不过我们希望 不用说了 不用全部供出来 这是我心中有一个问题的 但我在圣经找不到答案 但我就会停留在这儿 我说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识经的心态 不会说我觉得是这样 你觉得OK 不过你不要当是教义 一定要清楚什么叫教义 就是圣经很清楚教导的 而当圣经清楚教导的 你不可以用其他的不清楚的经文 或者清楚的经文都不可以推翻的 不过你要协调 第三 我们不能够将圣经没有的观念 放进圣经 如果不是呢 或者删除圣经任何教导 好像启示录22章18节 如果有人将这个 加些什么下去呢 圣经就会将这个 启示录所说的惩罚 加在他的灾难 加在他身上 如果谁人将圣经减去任何部分 神就会将他从这个生命树 和这个圣经的份将他删去 所以圣经很严重警告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任何东西 加进去和减 但是真的很可惜 自从有一些人推行灾前避提 和灾中避提之后 是很被接立 我讲了一些电影给你听 那些情节是怎么样 他讲了部分避提的部分 那整班人坐在教堂 那牧师就说 我们有一天会被提的 当我一讲被提 一声整个人失踪了 还有教堂很多人失踪 剩下几个在那里 那几个哎呀 我们留在那里 哎呀哎呀 就在那里很痛苦的表情 他就是告诉人 你可以是剩下几个 这些影片 还有很多的 全福音单章都有用这种东西 我见过很多人说 忽然间飞机才是信耶稣 你忽然间飞机不会撞机 或者车司机 就是有很多人说 你现在要准备好 你现在要悔改 你要遵从神 你将来就可以被提 如果不是 你静下来就要经历大灾难 这个观念是真是 上网找是多到不得了 不过也都同时有人是反对 因为他说圣经是没有讲 而我当时就在圣经大学 先到圣经大学 有一个希腊文老师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末日的讨论 的聚会 就有不同的教授讲话 有不同的人问问题 有一个教授起床 他就说 我查希腊文原文圣经 我从来找不到一处圣经支持灾前避体 当时我很惊讶 因为我在那时候没离开香港之前 我在香港 有一个宣教士 他就带一本书叫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就讲到这个地球 这个将来会毁灭的地球 就讲到灾前避体 我看得很向往 就跟学生又说 很多人都讲 当我在圣经学校听到这件事 我是很惊讶 我就回去研究 研究之后 发觉是完全不支持 待会大家看到 有经文我们看到 是完全不支持 那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需要站得稳 预备好自己 有些人说 你信耶稣回来的线斯比利 我信灾前避体 你就留在这里 我就会避体 但这件事不会发生的 你信不代表会发生的 是真的将来怎么发生的 是怎么发生的 你信什么 是不会影响将来发生的事 好了 我们现在看经文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将它做了一个slide 不懂得移动 跟我转一张slide 看看为什么不移动 Kathleen跟我转一张slide 转下一张slide 懂得移动吗 哪个 转下一张slide 为什么不懂得移动 OK 好 在我们未移动之前 我们就看高林多前书 15章52节 在一撒时 窄眼之间 浩童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浩童要响死人 要复活成为不恼怀的 我们也要改变 你转到告诉我 我不用常看 这必恼怀的 总要变成不恼怀的 这必死的 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个必恼怀的 变成不恼怀 必死的变成不死 那时经上的所记 死被得胜 启灭的话就应验了 好 转了 OK 好 我想说一件事 我研读这几处经文 是读了很多很多次 反反复复 而我很多谢神 在这个过程 带领我明白 我初头未曾看到 这么多东西 后来越看越多 我们看这里 比较容易明白 看图 这里讲到 在浩童末次出仰的时候 浩童要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恼怀 即是我们现在会坏的 譬如会生病 当人死的时候 是会腐烂 是会恼怀的 我们都要改变 这个必恼怀 不恼怀的变成不恼怀 必死的变成不死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要必死 虽然耶稣为我们死 叫我们脱离死亡 但是 在耶稣回来之前 我们仍然会死 仍然会恼怀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性吞灭的话 就应验 这句说话非常重要 死被得性吞灭 即是死亡 这件事是会吞了 没有了 不存在 不存在 即是从此以后 基督徒再没有死亡 这是讲到基督徒 为什么呢 变成不恼怀的是基督徒 因为那些人在地狱里面 是会被不灭的火 不死的虫 一直租责他们的 所以他们的身体会毁坏的 但是我们呢 就会变成不恼怀 和不死的 所以这个是讲到基督徒的 那么就再没有死亡 再没有死亡 什么重要性呢 我下底有个图 很重要的 一刻之前 在这一秒钟之前 这个号童末次吞响之前 我们仍然会死 可能身体上都有些疾病 然后末次号童一吞响 立即我们就变成不恼怀和不死 即是我们立即变成一个 好像耶稣 我们看回下面有个经文 一张纸上写到的 一会我们都会看的 《非诺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节 那里讲就是说 耶稣回来 将我们这个悲战的身体改变形状 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就是说好像耶稣的荣耀身体 这样发光是荣耀的 是美丽的 是健全的 是没有缺陷的 是不死得的的身体 那我们就会变成一个 不恼怀和不死的 所以这个经文 不是只讲这一次的复活 是讲什么呢 是死亡再不存在 死亡被吞灭 死亡不存在了 而大灾难中 基督徒是会被杀的 那我们下面都有 第四那里有讲到的 启示六十三章十五节 又有权并赐给兽 他有另一个兽 叫兽像有生气 并且能够讲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 都被杀害 即是说到了末日的时候 在这个大灾难时期 这个敌基督是会叫所有 不肯拜兽像的人都会被杀 但是神可以保护我们 我们可以逃走 我们可以避开祂的 神可以用方法保护我们的 但是呢 是会有基督徒被杀 直至到 耶稣回来了 在贴纱尔家二章那里讲到 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 这个大罪人 尋伦之子就是敌基督 就是他亲自毁灭他的 那这一阵 就是耶稣回来那阵了 那耶稣回来那阵 也是贴纱尔家前书 四章那里讲到 是主必亲自同天降临 在回来这一阵 那些基督徒就会复活了 就会变成不恼坏不死的 那然后呢 就会 不死 就是说 我们会是荣耀的身体 就是一定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仍然会死 所以已经是大灾难之后 那所以呢 有一个什么结论呢 我们会改变身体 我们会复活 就是当耶稣回来那阵 不是之前 过了敌基督的时间 过了大灾难的时间 大家安静一下 想一想 我用手来示范 当这个大灾难 这个大灾难 来到这个尽头 在这个大灾难 基督徒都会死 来到这个尽头 耶稣一回来 就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敌基督 即时将它毁灭 将它放进地狱里面 即时呢 我们就 死了的基督徒就复活了 还有那些未死的 全部一起改变形象 就从今以后再没有死亡 这里就是说 死被吞灭 再没有死亡 就是什么呢 以后再不会有基督徒死 再不会有基督徒死 还会不会有复活了 没有了 是那次而已 而之前有没有基督徒復活呢 也没有 因为保罗说 要等到那时才有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保罗将它自己 包括在内 我们 绿色那里 第三项 我们也要改变 即保罗都要等到 那时才有机会改变 即是说 这个不是单是 有些人的復活 圣经有记载 有不同的人復活 耶稣復活之后 有些人在坟墓出来了 那次復活 不过那次復活 没有一个影响全体基督徒的 另外 在启示有讲到两个见证人 见证神1260天 然后基督将他杀死 但是三天之后又復活 復活之后又升天 他又復活 但是他这个復活 都不是影响全部基督徒 只是影响他两个 但是这个復活是影响全部基督徒 为什么呢 个个都会变成荣耀 全部 因为死被启灭 即是说 没有基督徒是剩下的 个个真基督徒都一定改变形象 所以以后就再没有 復活了 再没有死再没有復活了 以前都没有 因为保罗说 我都要等到那时候 所以这个是唯一的基督徒 一次的復活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在灾前被提的人 就说到有多次的復活 多次的被提 多次耶稣回来 但是这里就说到 是一次而已 就是当耶稣回来那一阵 他等到那一阵 他就会復活了 还有改变形象了 就是这一次的机会 然后死亡全部没有了 所以这一次不是一次普通的復活 是一次全然将死亡毁灭 从今以后再没有死亡的存在 整个世界完全的改变 脱离了现在这个世代 完全是脱离了这个世代 好 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 那就是说 当我思考的时候 我看到什么呢 就是说原来这个时候 之后就再没有死亡 那些人全部变了 就是全部变了荣耀 所以是一个非常之 一个很大的转捋点 是一个很大的转捋点 保罗也要等到那一段时间 我们也要等到那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会復活和改变形象 现在都不懂得转 为什么呢 我先看看 我先看看 为什么这里有什么事 都不是 现在可以了 OK 好 好了 这个和赤仙所说的差不多 赤仙所说的 他会被杀害 不过神也有方法保护他一些子民 不会全部被杀害的 我们看到这一行 必捞坏的必死的 是指仍然会死的 基督徒 回头 即是死亡不再存在 又下跌了 死被吞灭 基督徒再没有死亡了 大灾难中 基督徒会被杀 基督徒不再死 所以末次浩童是在大灾难之后 这个就是末次浩童 大灾难之后 在大灾难完结的时候 接着就贴撒尼加前书4章15节 我们活着环传流的 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再那 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我们不会先过他们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还有天使掌的声音 有神的号吹响 在基督里面死的人 就要首先复活 以后我们活着环传流的人 和他一起被提到 环女在空中与主相遇 我们就与和主永远同在 这里有讲到两个降临的字 在希腊文 这里只是讲了一个 第一个就是Poulosia 就是耶稣回来 就是马太24章 耶稣回来用这个字 第二个就是Catabino 这里没有写出来 就是降临的意思 下来 就是说这个经文 里面两个希腊文字 都是说耶稣回来 耶稣下来 就没有显示说 是灾难之前的 是没有显示这件事 接着呢 这里我就将 弗洛比书放在一起了 弗洛比书就说 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 他按着那能叫万有 归伏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个悲战的身体 改变形状 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就是我们都会全部改变 好似耶稣的荣耀身体 好似 好似就一定不是 好像现在这样 又不会穿牛仔裤 一定是变了 那是不是跟他一色一样呢 他说似不是一色一样 不过就好似 就是譬如天使和耶稣 当然有分别的 不过似 好似 即是那种似 好了 弗洛比书说 主降临的时候 我们都会改变 这里说我们会改变 好似的荣耀身体相似 被提与主同在 会不会改变呢 我问这个问题了 被提永远与主同在 这个在贴受耶稣前书四章 如果永远同一齐 因为弗洛比书说 他降临 我们就会改变 所以弗洛比书 贴受耶稣前书说 永远同一齐 被提会不会改变 按照经文 是一定改变 就是不会我们升到上天上 仍然穿着牛仔裤 一样有暗瘡 一样有近视 戴着眼镜 不会这样的 一定是已经全部改变了 所以肯定是有改变 还有有复活 是不是 一定有复活和改变 好了 我们将两个经文放在一起 这两个经文 我真的思考了很久很久很久 达到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上面的经文我们先看过了 保罗会复活多少次呢 那个前书那里 他就没有把他自己放在复活那里 因为他 他都不知道耶稣何时回来 不过他知道耶稣会回来 但是他就知道 他到那时候 他就当他自己没死 那我们都会改变 就是我们都有份 他就不知道他都在死那班那里的 但是他虽然不知道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他已经死了 所以他都要复活 就是说在江林多前书15章应验的时候 他是会复活和改变 这个就是末次号同 然后提示现在前书里讲到 就是有主亲自从天降临 又有神的号 不过这里就没有讲神号和末次 就没有讲末次 然后死了的人就复活 然后我们 他又包括他自己在内 这件事有好处 我一次查经看到我们 他有份的 有份 他有份 活着和那些存留的人一起被提到云里 他又会复活又会被提 被提他会不会改变 刚刚我们说 他一定会改变 所以临前就说他又会复活又会改变 贴前又说他又会复活改变 那他到底他会复活多少次呢 保罗会复活多少次 一次 改变多少次 一次 他不会说复活了又再死过又再复活一次 所以两个经文是应验的时间是怎样 同时应验 同时应验 就是说是否同一事件 就是他会复活 那些人会复活 那些人会被提 会改变 还有号同 虽然贴上来的前书 没有说到末次号同 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末次号同 因为两个经文是一起发生的 一起发生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内容是不是相通 就是全部发生的事其实是相通的 怎样相通法呢 临前没有说到耶稣回来 其实那时候是不是耶稣回来 是的 因为这里既然是说 我们就说他只是复活一次 只是改变一次 所以是同一事件 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的时候 主必亲自同天降临 在临前都是一样 是主必亲自同天降临 下下的号同没有说到末次 都是一样是末次号同 这个在希腊文是一样的字 是Selpeak 在马太福音24章下一次我们会看 都是一样讲到是用同样的字 所以一样是有神的号同 然后复活 就是一次的复活 然后被提一定交配改变 所以其实两个经文是一式一样 这样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被提是什么时候发生 已经有答案了 被提就是在末次号同耶稣回来的时候 还有再没有死亡 再没有死亡是什么时候呢 是灾难前还是灾难中还是灾难后 灾难后 所以已经很清晰了 被提的时间 是灾难后 整个世界会改变 因为基督徒全部变成很荣耀 全部都会被提 全部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在那时候被提 所以是完全是已经过了大灾了 这个世界是已经不再一样 根据马太福音和其他经文 地已经卷起了 天气都要改变了 所有的海岛山什么都要走掉了 完全是跟以前不同一回事 所以很明显 是被我们看到的时间就是 在大灾难之后 因为已经不再一样 已经再没有死亡了 大灾难没有人死 但是没有人已经再没有人死了 所以被提的时间 其实好像锁死了 两个经文将它锁死了 是绝对肯定 一定不是灾前被提 或者灾中 而是一定是灾后 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些问题 如果这里中间有未答的 我可以在这里简单答 是否有问题想问 那些人之前灾前被提 他们在经文是否被提 OK 灾前被提的 他有几样的经文 第一样 他说他在空中与主相遇 他就说耶稣降到半空 只是半空即是不下来 所以没有人知道 那些人就被提 然后就消失了 走回天堂 地上只是突然间消失了一群人 那这是其中第一个经文 但是我们就先已经看了 有个经文的上下 我们知道已经是大灾难之后 最重点是我们证明它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已经没有死亡 死被得性吞灭 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死被得性吞灭 不是一个好像这个人復活了 保罗是说那些必 我们看回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有说 必死的变成不死 必那坏变成不那坏 就是说所有基督徒 本来会坏 那些都全部变了不会坏 本来会死全部不死 所以不是一两个基督徒 是个个基督徒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全部改变了 而大灾难会被杀 所以肯定是大灾难之后 他们觉得空中是一个秘密 但这是他们的观念 所以觉得空中一定是秘密 但是用这个角度看 耶稣降临下来 接着那些基督徒被提和他一起 就将信的和不信的分开 可以两种审判 就是说信的就在他的周围 不信的在地上 这样来审判都可以 这个是可以的审判的方式 不一定是说他秘密 就是秘密这个东西是圣经没有说的 因为我们下一次会看马太那里 很明显是不是秘密的 是公开的 另外他们有什么证据呢 启示录就有说到那些很多人在天上穿着白衣 从来没有数过那么多 他就说在大灾难中的中字出来 他就说这个是教会 但是之后再没有讲教会 他就说只是讲到犹太人 这个是一个他们的讲法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讲的 圣经之后讲到有不同的圣徒被逼白 圣徒得性是因为他们见证的度 他们的见证叫他们得性 因为耶稣的血和见证的度 是有讲到不同的圣徒 而圣徒在圣经多次你看 差不多每一卷新约的书信保罗写的 都称过基督徒做圣徒 那些是外邦信徒 都是称过圣徒 所以圣徒不只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就会说那些全部犹太人 以后就剩下一些犹太人 他们就说犹太人走的时候得救 之前内保人得救 之后就留下了 他们就悔改信主 之后就没有教会了 但是其实都是重复出现圣徒的 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就说 未到启示录十九章 十九章才是世界每日耶稣回来 但是其实我们将来会看的 启示录是讲耶稣回来好几次的 第六印大家回去看 他说那些人 大家如果有印象看启示录 大家要记得 所有的将军库户为作主的 或者是为奴的 都捐落那些山洞的话 和那些石头说 你们压在我们身上 躲避神的宝座和羔羊的愤怒的日子 他睡到的日子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回来审判的时候 在第六印已经是讲到这件事的 第七号也是讲到审判的 第七号也讲到什么呢 神是要所有傲被承传了 不再有时日了 然后就是那些所有神的仆人 众先知 众圣徒得赏赐的时候到了 然后那些败坏这个世界的人 被败坏的时候又到了 所以又讲到赏赐和败坏的时间 所以启示录其实不是顺着时间之序 譬如他开第七印 一开第七印立刻就变成了七号 所以可能七印是七印之中其中的部分 即是可能 即是它是重叠的 所以它不是好像 圆了一样日到第二样日 第三日第四样 是它里面包含在里面的 这个就是启示录比较难明的地方 但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启示录十九章才到世纪末日 但其实里面是重复讲了 好几次是耶稣回来的 这个就是他们误解的地方 它就说七号就在中间的 所以是灾中 但其实你回到圣经看 第七号很明显是世界末日 OK 有没有问题 在这种纸上有没有问题 你需要我回答呢 OK 如果没有 我就这样用口头简单说 等大家记得 为什么我想大家记得 将来有些人在这方面有疑惑的时候 可以帮助他 可以简单地解释给他听 不过我都很快会写一个文件出来 但是因为要表达这些东西都稍为复杂 但我都尽量简化 但我口讲会简化一些 我现在很简单说一次 首先 高林多前书15章52到54节 很清楚讲到就是 浩童末尺出向的时候 死人要复活 我们都要改变 那些不恼坏的变为不恼坏的 必死的变成不死 那时候死就被得性吞灭了 再无死亡 这个就是高林多前书15章所讲的 又贴上来的前书第四章 那里就讲到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天使长的声音 有呼叫的声音 有号童吹响 然后死人又要复活 然后我们就一起被提到空中 就永远与主相遇了 那这两个经文都有讲到 因为第二个经文 是有讲到被提同住一齐 所以根据弗洛比书3章20到21节 是一定有改变 他和耶稣一起一定有改变 所以两个经文都有讲到 复活和改变 这个都是保罗有份的 保罗也要等到那时候 才会复活和改变 保罗不会复活和改变两次 只会一次 所以这两个经历是同一个经历 而因为死被得性吞灭 所以一定是大灾难之后 再没有死亡了 那时候再没有死亡 那时候就会被提了 所以是不是已经很清楚 就讲到既然两个经文一样 保罗不会被提两次 不会复活两次 不会改变两次 只会一次 所以两个经文是一式一样的 一样的同样时间发生 所以他也是 在这个末次号童的时候 他会复活和改变和被提 就是在死被得性吞灭 已经是世界末日的事 耶稣回来的事 就不是在之前 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预备 那我也讲了一点 有些人就死了 那我很害怕 那我就讲了 第一 耶稣讲得很清楚 他说到时你不用想 说什么的 因为圣灵会亲自教你说什么 那你不用想 什么 和不用想 怎么说 圣灵会教你 不过到时都会一样 有些基督徒很害怕 你想想 有些基督徒真的相信 预备好 知道耶稣要回来 知道有很多困难 有灾难 那他们就会多祷告 但有些基督徒就会怎样 死了死了死了 杀了很多个了 我们怎么办 要受受印记 受印记有些不知道 有些没看圣经 还有有些教会没讲到 这些信息 受受印记的人是不可以进入天堂的 是不可以得救的 他不知道 他说没得吃 那当然要受印记 他就误会 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准备 一定要准备好 因为没有准备好就很不够的 他吓得不得了 接着在那时候他被审 他会不会有够胆 我知道耶稣保护 我不用怕的 所以耶稣跟他说 你这样说 他都不敢说 他都不知道是否耶稣跟他说话 就是他还没准备好 因为他很多人还没准备好 但如果我们准备好 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这里 虽然我看不到他 他在我旁边 他跟我说话 我就跟着他说 耶稣会说什么呢 你怎样回答敌人 但我相信耶稣都会说 你今天要离开这家屋 你要去那里 你去北面 去东面 去西面 去南面 你不要搭船 你要用什么方法 你带不带粮食 你做什么 我相信耶稣会告诉你 他不会说 你自己去 你自己搞定了 行的了 不会这样的 他会一步步指示我们 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耶稣跟我一起 还有什么害怕呢 如果他要我脱离险境 他可以随时救我 就走出去 人都捉不到我 或者吃东西可以五饼二鱼 够吃 或者是不用吃 好像摩西上西那山 全部都可以发生 历史上发生过的事 所以基督徒预备好 是完全不同的 但未预备好 是吓得云不附体 还有 一当没得吃的时候 就什么都制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反教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 第一 相信耶稣和他在一起 所以我们不用害怕 第二 圣经是 说了他会有不同的保护 譬如圣经有讲到 在撒加利亚书有讲到 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他将那个山裂开两半 然后那些基督徒就逃走去那里 启示录也有讲到 是有保护神保护的他的子民 那怎么保护法 我不知道 但是不是用被提的方法 有些人就以为 什么都没有了 是神用其他方法 我们不知道什么方法 但是那时候 教晓基督徒要用什么呢 我们只能够靠神 靠人是没有方法 反而基督徒就很有力了 这个是可以说大灾难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因为现在基督徒 是个个都会靠钱 靠有的东西 但是到那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 你有钱都不可以买东西 那时候我们唯一做什么呢 神啊 我们就是依靠你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整天都是赞美神 亲近神 然后神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就听了话了 因为那时候 你很明显知道 神叫你不要出门 你就不要出门 你一出门可能有危险 叫你出门 你就快点出 你不照着做 你就看到 立刻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那时候 我们就 多数基督徒就很听话 所以在初期教会 他们很有能力 他们受迫白的时候 因为他发觉 他的财产都没有了 那还有什么 还去想什么呢 那时候他只是想着 耶稣要接我了 不要紧要了 我去施子坑就好 施子坑其实还好 为什么呢 很快的 很快 很多人这么说 他们有点意外 他说 那个意外还未完成 他已经灵魂上去了 他试过有点这么说 撞车 一撞车 他飞了灵魂上去 上到天空 听到撞车的声音 在天空听到 他已经飞了上去 他也不用痛了 他一声就出来了 一撞那时 声音仍然在那时 他已经立刻飞了出来了 所以 其实我们有神保护 很多东西都不用害怕 不过基督徒因为呢 现在太多财物了 太多拥有的 所以很担心 但到时 你有都没用呢 那些基督徒就像初期教会 那么站得那么稳 那么硬 那么有力量 就会不害怕的 就会真的很勇敢 那么若见证 死了就死了 我若见证 因为神会纪念 神会祝福 神会赏赐 那你就不会害怕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以及对很多基督徒有很大的祝福 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 应该说所谓基督徒 他不是真的信靠耶稣 他喜欢去教堂 有人安慰他 听他说话 跟他一起 他不是真的倚靠耶稣 他倚靠人的时候 在那时候就会分辨出来 但是我希望大家有同一个呼召 我们希望去挽救更多的人 其实福音宣教事工 我们的所有事奉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不是我的目的 是神的目的 我是很想我们都能够去帮更多人 预备好耶稣回来 更多人爱主 亲近主 知道耶稣要回来 知道我们要传福音 知道我们要站稳 才有力量 就叫更多基督徒预备好 这个就是一个神给我的呼召 我是会一连串 我尽量去尽快写一些书 还有我们有一个叫网上 基督徒灵明八科 我会传给大家 你可以上网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的 不过我们要时间去写 如果大家有写作有恩赐 你可以帮我一起 因为我有很多教导 不过我自己一个人写不完 那么多 我有很多广道 你将它里面抽出来 就可以写出来 还有我亦都想翻译做英文 我自己都可以翻译 不过我没有太多时间 做这么多东西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去影响更多人 还有你这个查经可以回家用 和你周围的人用 一起去查 你自己查定先 接着你帮人 那你就能够帮到人 预备好耶稣回来 还有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比如在初期教会 他们真的更大的能力 甚至在很多国家 中国里面受逼包的基督徒 曾经在受逼包的时候 他的能力更加大 所以当我们真的站稳的时候 都是一个 我们站得更加有力量 更加可以倚靠神的供应 也都可以看到更多神迹其事 因为耶稣告诉他们做什么 真的你发觉 耶稣真的做他答应的事 我们就会更有信心 所以那个时间 一晚是一个复兴的时间 不过是一个困难的时间 我们预备好 现在时时都亲印神 整天都有力 那我们就能够站稳了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还有很特别的帮助 当时就有两个见证人 1260天 三年半 和敌基督一样的时间 有这么长的时间 有两个人在作见证 平时一些人 敌党他们可以有火在口中出来 还有各样的灾殃攻击人 所以到时我们会见得很清楚 哇 神很厉害 神很真 还有天使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传给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就是全世界会收到 忽然间天空上有 全福音这个天使 然后有第二个天使 还有第三个天使 第二个天使就宣告 巴比伦大城要毁灭 第三个天使就说什么呢 凡是拜受受印记的 他们是不得到永生 他要进入这个火湖里面的 这个第三个天使的宣告 是会向全世界的人宣告 所以这些都是会加强我们的信心的 我们真是服侍过是活着的真神 OK 我们在祈祷之前 我再很简略 说一句先 说的为什么我们知道 是耶稣回来的时候才被提 就是因为 高林多前说十五章五十二到五十四节 是说到 在抹赤浩童吹响 他们就会复活 改变形象 还有死被得性吞灭 就是从今以后再没有死亡 这回事 从今以后所有基督徒 会变成荣耀的身体 在前书四章 是说到耶稣降临 有号童吹响 接着基督徒要复活 以及被提 他被提和耶稣一起 一定是已经复活了 因为这个根据 《肥罗比书》三章二十二一节 他们一定已经改变形象了 所以两个经文 保罗都说我们 所以保罗有份的 保罗都说我们 复活和改变形象 以及被提 所以保罗不会发生两次的被提和复活 他只是一次 所以两个经文是完全一式一样的 同一个时间 仍然同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知道 被提的时间 就是在灾难之后 死被吞灭 再没有死亡了 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一个 就是完全没有可能性 是灾中或灾前的 是完全没有可能性 那我下次再看 另外的经文 都是更加很确实的 让我们知道 那以后我们就会研究 敌基督和启示录的 好 我们一起祷告一下 一起起床吧 放松的人 一路想着耶稣 依靠耶稣 亲近主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Hallelujah Ivy你弹吉他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全能的神 全能的王 全能的主宰 你会陪着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用怕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神和我们一起 神在我们生命有奇妙计划 我们个个都是宝贵 是极度宝贵的 没有人能够取代我们 我们个个都是被神所爱 被神所拣选 我们可以有永生 并且我们可以拯救更多的人 神在末后的日子 有很多人跌倒 很多人来到反教 很多人被一枝陷害 被一枝恨户 我们现在都见到 很多愿弱基督徒 我们心里很焦急 我们不想那么多人离弃神 甚至中间有牧师传道 也都有很多人 传讲一个信息 他们都没有查考圣经 他们没有去看清楚 被提的时间 而很多人就以为 不需要经历这些困难 求子帮我们站得稳 我们知道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不用怕了 在最受迫白的时候 神一定会陪我们一起 保守我们的平安 祝福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而且我们为主受苦必备纪念 神必定纪念 神必定赏词 所以为主受苦的人 是有福的 为主殉道的人 是更加有福的 主是预备我们的心 不怕迫白 不怕死亡 不怕困难 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要过去 因为我们现在拥有太多 所以我们 抓紧很多东西 求你帮我们放下 不要紧的 失去了 不重要 只要我们有神 才是最重要 神最后要告诉我们 有神才是重要 钱和财 和势力 房屋 一切都是不重要 都要过去 多谢天父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预备这帮弟兄姐妹 给你使用 求你使用福音宣教事工 去影响更多的人 建立更多的人 主要我们需要兴起正兵 愿意将这个信息传开 愿意将我们不同的书 去发出去 给更多人去认识你 多谢天父 求主更新我们 提升我们 哈利路亚 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人 你说我愿意 能够更加参与在 坚固更多人的信心 拯救更多人 让神去使用 能够都帮助 推行福音宣教事工 这个目的 这个不是一个个人的目的 是一个神的心意的目的 我们都会愿意 和任何群体 任何机构 任何教会合作 不是一个属于我们 是属于全部教会的 但是你愿意 在这件事上 有份去更新更多人 预备耶稣回来的 请你向神去举手 神 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给你用 你向神去举手 神 我愿意给你用 求你使用我 当我给你用的时候 你必定祝福我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门 主耶稣 加力给你们 使用你们 哈利路亚 神加力给你们 使用你们到底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